欢迎收看汉田新闻 我是子彤 首先一起关注南加州社区方面的消息 北美华人会计师协会 与日前在Zoom线上 举办了一场财税法律生活线上大讲座 郑博人律师在讲座中 主讲房地产交易中可能出现的法律问题 今天介绍其演讲的第七部分内容 第二是copy每一个文件 你要知道在一个案子里面 有说是差不多一万到两万页的文件 今天的话律师学会已经讲过 说2%到3%的文件会掉 可能你去photocopy 我们在办公室的话 我们扫描那个文件的时候 有一个东西掉了 这个是机器的问题 不是人工的问题 所以你一定要photocopy 每一个文件 最好就是你的original 留你的底 你要留着 你要给一个copy给律师 因为不要最后的话 你的原本的文件 你给对方 你自己没有copy了 那最后的话你需要原本的文件 大家都掉了 这个是一个蛮大的问题 在律师行业里面 然后最后两分钟 最后的两分钟 我要讲这个秘密 我觉得最后的话 这会帮助很多人 你要有一个excel spreadsheet 你要把每一个文件 你扫描好了以后 你要做一个表格给你的律师 那很多客户会讲说 那我为什么要做表格给律师呢 那不是律师的工作吗 你要知道 律师懂法律 他不懂情况 他也去这个律师的 拿律师的执照 他们没有教你怎么当一个好秘书 所以呢 客户懂情况 他不懂法律 律师懂法律 他不懂情况 所以我今天我要教你 怎么把你的情况 帮助你的律师 你要最后扫描你每一个文件呢 你要有四个格子 第一个格子呢 是放几页 所以这个是第一个文件 由1到12 好 所以是1到12页 所以是1-1到1-12 第二你要放一个名字 好 这个是上面就是写contract 这个甲方乙方的contract 第三你要写说 what does it show what does it show 这是证明什么 这是证明什么 然后第三你要写说 为什么这个文件很重要 为什么这个文件很重要 接下来一起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 俄罗斯代表团团长 总统助理梅金斯基28日说 俄乌代表团的谈判已经结束 双方一致同意继续谈判 梅金斯基在会谈结束后对媒体说 谈判持续约5个小时 谈判过程中 乌俄代表详细讨论了议程上的所有议题 找到一些双方预测可以达成一致的立场议题 最重要的是双方一致同意继续谈判 梅金斯基表示 双方代表团将在下次会面前就谈判立场 分别与本国领导人进行磋商 按照相关约定 下次谈判将在未来的几天内 在白俄罗斯与波兰边境举行 据报道 乌俄代表团28日在白俄罗斯 戈梅利州举行谈判 出于安全原因 确切的会面地点并未公布 俄总统普京28日在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通话时表示 解决乌克兰危机的条件是承认俄罗斯对克里米亚的主权 以及乌克兰去军事化 去纳粹化和保持中立地位 俄罗斯联邦航空运输署 2月28日表示 俄罗斯决定限制36国航班在俄领空的飞行 俄联邦航空署官方网站发布公告说 由于欧洲国家公布针对由俄罗斯航空公司运营 或在俄罗斯注册民用航班的禁飞令 根据国际法规作为回应 俄罗斯决定对包括加拿大和欧洲多国在内的 总计36个国家航空公司运营的航班实施限制 公告说 上述国家航班可在申请俄联邦航空运输署 和俄外交部颁发的特别许可证后飞行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27日晚发表声明说 欧盟决定对俄罗斯整体关闭领空 加拿大27日宣布立即对俄罗斯飞机关闭领空 28日上午 大阪市中心一建筑工地内正在作业的重型机械倒塌 压倒附近的车辆和电线杆 导致包括中央区政府在内多处地点停电 当地时间28日上午8时40分左右 日本警方接到报警电话称 一台重型机械在大阪中央区施工现场倒塌 警察赶到现场后 八线一台重型挖掘机倒塌 倾斜在一处正在施工的多层停车场上 附近有几辆车以及一些电线被压到 无人员伤亡 据悉这台挖掘机重达40吨 一名施工工人称 施工过程中这台挖掘机失去平衡 导致了这次塌方 关西电力公司称 此次事件造成电线断裂 至该地区多达720户家庭停电 此次停电还对大阪中央区政府办公造成了影响 许多手续无法办理 直至中午也尚未恢复 接下来一起关注美国国内消息 周六2月26日上午 在美国居住的部分乌克兰和俄罗斯裔民众 在好莱坞大道举行集会和长距离游行 呼吁停止战争 重归和平 周六早上9点 参加集会的人士陆续向洛杉矶 巴恩斯达尔艺术公园汇集 他们手持上帝保佑乌克兰 停止战争 支持乌克兰人民等标语牌 身披黄蓝相间的乌克兰国旗 播放着乌克兰国歌 在公园里有多家媒体拍照 10点开始游行队伍向好莱坞大道进发 他们全程齐声高喊停止这场战争 支持乌克兰俄罗斯人回家等口号 并用高音喇叭将诉求声音传遍大街两旁 游行的队伍从巴恩斯达尔艺术公园出发 沿着好莱坞大道向西穿越30个街区 到达北布雷亚大街 后又折返向东而行 再次穿过30个街区回到公园起点 游行历时两个半小时 全程7.6英里 白宫周四2月24日宣布了10项新措施 以加强美国的供应链应对气候冲击和地缘政治局势紧张 并确保中国或其他国家不能把供应链当作武器来对付美国 这是拜登政府长达一年的努力的一部分 计划的关键步骤包括一项进出口银行协议 为在国内生产半导体生物技术和生物医学产品 可再生能源和能源储存增加融资 通过财政部和小企业管理局的新项目和现有的项目 扩大小制造商获得资本的渠道 美国交通部启动了一项4.5亿美元的项目 用于改善美国港口 将在未来几周内出台一项新的购买美国货的规定 利用国防生产法建设和扩大卫生资源工业基地 减少目前对进口关键药品和活性药品成分的严重依赖 美国总统拜登将于3月1日发表他就职以来的首次国情咨文演说 此次国情咨文演说正值乌克兰战争爆发 全球紧张之际 在美国国内拜登总统本人支持率低迷 其执政团队面临内政外交新冠疫情等诸多挑战 今年又恰逢美国国会中期选举 分析人士预计 拜登总统的演说将聚焦在经济 抗击疫情和应对中国与俄罗斯的挑战等领域 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上个月正式邀请拜登 在国会发表国情咨文演说 当时拜登政府正努力控制 由奥米克戎变异体导致的新冠病毒感染率的暴增 遏制通货膨胀 持续美国的经济复苏 降低失业率等挑战 拜登的国情咨文演讲 也正值中国和俄罗斯 对美国和西方自由民主世界构成越来越严峻的挑战 感谢收看 以上是今天汉天新闻的全部内容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